好来看到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花铃市区刮起了强风 那么在24号的下午呢 就有名富人骑乘机车行经3号桥的时候 突然遇上强劲的风势 那么导致是机车是瞬间失去了平衡 失控的撞上围栏 整个人是翻落了7米高的桥下 左腿是开放性骨折 索性富人在送医治后是伤势稳定 没有生命危险 大马路上一名富人 腿部骨折躺在地上 警消货报立即到场将富人送医急救 受伤的富人向警方表示 自己原本骑着机车 正在通过美轮溪三号桥的时候 突然刮起一阵强风 将他吹得偏离车道 机车冲撞桥边护栏 接着自己就弹飞 掉到桥下的马路上 现场后我们发现患者 从约三层的高度最弱上 然后警消利己可以救赎之后 送往医院治疗 经查郭信机车驾驶行经三号桥时 疑似因瞬间风速过大 导致不慎插撞路桥矮墙后 跌落桥下 瞬间强风竟然将机车吹到偏离车道 导致机车冲撞忽然发生意外 实际上事故发生前 气象局曾发布强风特报 花莲市测得七级阵风 每秒风速超过15公尺 在三点的时候 平均风大概有8.5每秒公尺 然后阵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阵风有15.7每秒公尺 七级阵风一般 七级风就算蛮强的 阵风是突然之间来 你可能也不是很注意到 所以七级风应该算 一个比较强力的风 所以你走路骑车可能都会有影响 瞬间阵风来得快 常让大家措手不及 才会导致机车骑士 被强风吹去冲撞忽然坠落桥下 幸好松衣之后没有大碍 气象专家表示 未来几天沿海花冬 以及部分路上区域 都会陆续发布强风特报 提醒民众外出过骑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瞬间强阵风 以免反应不及发生意外 记得通常报道